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一集想和大家讲一个半政治、半娱乐、又半人生的话题 想和大家讲一个演员是史太龙 我相信史太龙也没人不懂吧?肌肉壮男 拍过Rocky和Rambo即是第一滴血系列,还有N那么多电影 史太龙如果你说他是荷里活首席的动作巨星 相信也没什么人有意义 对于支持《和理汉天下》的网友,支持Donald Trump的网友 大家可能不知道,原来史太龙和Donald Trump是非常老友的 所以这一集就要讲一下他两个人的关系 还有我想多角度地讲讲史太龙 在进入正式的话题之前,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和理汉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点个小铃铛,如果有广告请支持一下我们,看一看 另外我们的Patreon也开动了,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言归正传 刚刚最新的美国娱乐新闻 就是史太龙加入了川普的私人俱乐部 那个私人俱乐部叫马拉格会 其实史太龙一直和川普都是很老友的 我们这条片里有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就是史太龙和川普在1997年时候拍的 大家看到川普当时完全是一个史太龙的小粉丝 去到2016年,史太龙已经参加过马拉格会一个垂直晚宴 但当时他只是客人,但今时今日不同了 今时今日,史太龙已经正式成为会员 相信大家都知道,基本上 荷里活都是反川普力量的大本型 2016年,川普上台 去到2020年,川普被人出述 偷了个总统大位 这段时间里,荷里活的主流电影公司 制作人和演员很多很多都是杯葛川普的 好像史太龙高调的支持川普 其实少之有少的 可能因为史太龙74岁了,所以他基本上是稳救上岸 就没有有怕都不定了 史太龙刚出席川普的私人俱乐部马拉格会的活动 他还和同场的人合照 个个和他拍照都握在拳头,假扮Walky 原来史太龙在上一年12月 已经用了3500万美元 即是大概2.7亿港元 买了佛罗里达州中旅滩一间大屋 这间大屋有私人的海滨和码头 史太龙今次加入马拉格会 入会费是20万美元,大概850万港币 对史太龙来说这些湿湿碎 川普上星期六在马拉格会举行宴会 招呼一些支持共和党的金主 《华盛顿邮报》就报道 入场费已经帮共和党筹到10万美元 接着在金主身上捉到什么捐款 这当然不知道 史太龙有没有去到这个宴会 那些报道就没有特别提及 来到这里想和大家讲讲史太龙 原来史太龙一直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当年另一位大只佬阿洛舒华辛力加 大家都知道 成功当选了加州州长 原来史太龙当时曾经动心 心动动想重症 很多人认为如果史太龙出选是有胜算的 因为美国的政治 说真的真的充满着娱乐性 他也很需要英雄 史太龙合乎这些要求 而且史太龙的私生活算减点 如果比起香港人渣咸龙来说 与咸龙一比,史太龙已经很好 不知为什么,史太龙后来打烧了重症的念头 不妨讲讲史太龙的背景 史太龙的爸爸是意大利人 他母亲是犹太人,还有乌克兰血统 以前史太龙有个却号,叫意大利熊马 即是癡熊的熊,熊姓的熊 马即是一只马 史太龙在70年代开始做卡拉啡 也拍过小电影 1976年,他根据他自己的现实生活 写出Walky这个剧本 结果他一炮二熊 接着就拍Rambo第一滴血系列 这个不用多说了 史太龙的片剧功力其实非常好 大家看到他第一部戏是他自己編的 已经是非常出色了 我个人是很欣赏的 我稍后会再讲一讲 关于史太龙的片剧功力 这里我想讲一件事,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实史太龙原来是一个画家 我上网看过他的画,真是相当好 绝对不是乱来的 你可能会说,你那个画画你认识 你行不行,不要扮认识 说真的,我真的认识一点 我当年几乎成为了黄玉郎的徒弟 跟他画画画画,当然我水平低 没有做到他的徒弟 从此我人生也变了 但事实上我对画来说 都不至于一笑不通 关于史太龙画画这个部分 相信大家都未必知道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讲 原来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 曾经建议过史太龙参与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 做N.E.A.的工作 甚至传出想他做N.E.A.的会长 但史太龙后来推迟了 史太龙怎么说呢? 他说他宁愿自己多些参与 解决美国退伍军人的问题 史太龙说,相信如果美国人注意 返回美国的军人 这些英雄应该得到应有的报酬 适当的房屋和适当的经济援助 这样的情形就会更好 看到史太龙就关心退伍军人 这会不会跟他曾经拍过《第一滴血》系列 演过退伍军人有关呢? 这个都不知道 可能他演得多了 于是就上个心都不定 关于史太龙画的画 原来他画了几百张画 还曾经去过法国尼斯和俄罗斯开画展 史太龙自己画的 他说他画画的能力比他做演员更好 他能够成功的画家的机会 比成功的演员更大 这个不知道他是真心还是假意 不过坦白说 我看他画的画其实真是不错 他做演员总是不知为什么欠了一些东西 太过英雄形象鲜明的演员 很难令人觉得他懂得演戏 这些有时是很难两全其美的 史太龙的画很多时候都是画自己的 我觉得是有点自恋的 但画画是画得不错 我说过大家不妨上网看一看 因为我有版权 所以我不可以把他的画画 卡出来做slideshow 放在youtube的影片里面 不好意思 好,接着还跟大家讲一讲 史太龙的偏剧功力 很多人留意到史太龙的英雄形象 他的肌肉和动作 没有什么人留意到 其实他的偏剧功力是很好的 当年Walky One第一集的时候 大家应该记得 他在一个冷冻房 打猪来练拳 吊起猪来练拳 那个画面完全是一幅为生活而奋斗的画面 这一场戏很经典 我和很多朋友聊 人人都记得 那出戏大家隐约记得 应该是讲一个没有人生目标的人 帮人收费的烂仔 史太龙自己演的 遇上了一个失意的拳击教练 又追求一个超级害羞的女朋友 结果他就和拳王阿波罗对战 捱足十二个回合 结果一战成名 大家想想这个情景 就是一帮失意的人捱到最后 结果就是成功 完全是典型的例子电影 人物的设定很合理 性格的转变又合理 娱乐性又十足 更重要的是令人感受到 美国是处处都有机会 而同样地当年的香港 只要我们狠捱 就一定有出头的机会 这样电影就呼应了社会气氛 你说那出戏想不收得都难 所以很多人当年 《Rocky 1》都看了两次 但我个人觉得 史太龙片剧的戏最出色的两部 反而是近年那两部 《Rocky》和《洛奇》的外传 当年在《Rocky》手下 有个拳王就是阿波罗 刚才我说过 阿波罗的儿子 就找Rocky做教练 故事《洛奇》外传就是说的 本来Rocky做教练 教朋友的儿子出赛 都没有什么特别 但特别在 Rocky 即史太龙 突然间发现患上癌症 要入院治疗 而阿波罗的儿子 就没有换教练 反而将训练的场地 放在医院里 阿波罗的儿子在床边 在病床边做掌上癌 在医院那里跑楼梯 这个寓意很好 对于年轻人来说 处处都是你训练的场地 到处都可以训练 处处都是人生挑战 而对老年人来说 当时Rocky 即史太龙演的角色 已经是老年人 对老年人来说 健康就是人生挑战 对于老年人 医院就是他人生的擂台 所以我看到那里 其实我很感动 虽然我当时还未登陆 去到洛奇外传二 阿波罗的儿子就做了拳王 然后他又遇到高手 结果遇到很大的挫败 失去了信心 但同一时期 他又做了爸爸 一晚他不知道怎么办 在宝宝床上哭得不停口 宝宝哭得不停 在宝宝床上 他手忙脚乱不知怎样好 那张宝宝床四面的围栏 正正寓意是一个擂台 而阿波罗的儿子对他来说 成为爸爸要养育一个宝宝 就是他人生的挑战 就是他当时的擂台 接着抱着儿子开车回拳馆 然后继续练拳 一直练一直练 就重拾信心 拳击的擂台 就是他的事业 而BB 就是激发阿波罗的儿子 事业心的一个重要力量 你的寓意是否很好呢? 你可以说这些人生寓意 是比较old school 是一个老派来的 但是这么贴切的寓意 这么工整 这么有画面 所以是很难得的 而史太龙就是有这种水准 他的编剧我最欣赏的就是这些部分 最近有人问我 为什么那些拳击片永远都拍不完呢? 最近有一秒拳王 为什么拍拳击片还有呢? 我就回答他 我说因为人生的挑战永远都不会完 所以拳击片都不会完 和理看天下也会继续努力去应对挑战 我们都会面对我们的擂台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 请大家成为我们的观众 继续收听 希望大家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点个小铃铛 如果有广告请支持我们 看一看 令我们Patreon开通了 如果方便的话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今天到此为止 拜拜